各舞晚会太阳军旗大海 与广大官兵同庆人民海军成立50周年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池浩田 中央军委委员傅全友 余永波 曹刚川等观看了演出 4月23号是人民海军成立50周年纪念日 半个世纪波澜壮阔 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 人民海军不断成长壮大 如今已发展成有水面舰艇部队 潜艇部队 海军航空兵 海军岸防兵和海军陆战队等 多兵种合成的近海防御力量 成为党和祖国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海上长城 今晚这台充满大海情运的歌舞晚会 生动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展现了海军广大官兵爱舰爱岛爱海洋 保卫和建设万里海江的崭新精神风貌 晚会在昂扬积月的歌舞太阳军旗大海中达到高潮 当舞台背景上缓缓升起江泽民主席 为人民海军成立50周年的题词 为建设具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 现代化海军而奋斗时 礼堂礼掌声如潮 气氛热烈 表达了海军官兵 在以江泽民统治为核心的 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 向着新世纪破浪前进的豪迈气概和坚强决心 晚会结束后 江泽民等走上舞台 与演员握手 祝贺演出成功 并合影留念 晚会开始前 江泽民等亲切会见了 百耀平 王天宝 麦贤德 舒基成等 人民海军的新老阴谋代表 称赞他们为保卫祖国海疆安全 和建设强大海军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